老師會鼓勵同學發問 問問為什麼會這樣 怎樣會這樣 我可以介紹一下Brighton College 它是位於英國的南部 天氣方面比較暖 也是一個旅遊區 所以交通方面都很發達 很容易去到 至於在學校裏面的設施 其實它都很全面 按著不同的學科和建築 譬如有科學建築 有藝術建築 DT中心、音樂中心 學科裏面的師資都很優良 如果你真的遇到問題 都會有老師一對一去幫你 甚至乎有些好像補習的時間 開著功課來逐題逐題跟你解決 就不會放棄你一個 在Brighton College 中 我也有參加過不少的活動 其中一個比較深刻的 就是House Song Competition 就是代表自己的House 去上台表演唱一首歌 希望大家都為House生光 做到最好 對於往後那一年 大家的House Spirit很鞏固 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同學方面 其實大家都很熱情 我自己當時也是一個全面 為什麼我說全面 就是因為我其實是24小時 1至7都會在那裡 另一款的Border 就叫Weekly Borders 通常是星期1至5才會在那裡 可能他們週末便會回家 在國家方面 其實真的差不多 什麼國家都會有 雖然大家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在宿舍裡 有一個很大的普通室 遇上是一些同學的家 可能是有些特別的節日 其實他們都會和我們一起分享 就會有一個很融洽 很好的文化交流 很快就可以融入到他們的圈子 對於一些想進入Brighton College 的師弟、師妹 未去到英國之前 可能會有很多未知的事情 會很徬徨 我覺得就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個學校都很親切 而且是很多方面 都會照顧到學生的需要 在裏面有個很規律的生活 即是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去roll call 什麼時候去上課 就算是下課之後 都會有一個 mentor 帶著你 就告訴你 什麼時候有prep time 溫習時間 不需要太擔心 不需要太擔心